所以我就想說 乾脆用Tina好了 喔 所以AIM還是選定用Ratio 其實嚴格來說Tina可能還比BASS強一點 還是因為我 就是不考慮熟練度 對啊 還是因為我玩BASS玩習慣 兩個打法差很多 不過其實 其實Tina在台灣用的也不多 其實瑞秋算多了 台灣用瑞秋人算多 對對對 沒錯 瑞秋比較簡單 然後沒有太複雜的概念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她是 女角唯一中量級 所以她在被浮攻的狀況下 那也是少數 也沒有 那個量級連段上還是有些那個 就是簡單來說被接也比較少 對 然後尤其是那個斜坡的時候最 最安全 對 對球 對球她是很 結成金有 可是結成金難度很高 沒有 沒錯 沒錯 而且結成金如果你想要大傷害的話 你就要必須要去練那個體系坦隊 對 你必須要熟練體系坦隊 才 才能增加你的火力 你的臉上火力 可是體系坦隊 他們現在要換角色 好 因為主要是 Kakira的那個體系坦隊 要在六十分之一的狀況下 按出來 所以那個難度很高 以我自己使用感想 其實第二隊沒有很難按 她的輸入的嚴格程度沒有像VF那麼誇張 其實我有時候我自己 按還是按得出來 可是VF就真的 VF就真的 沒有VS VF就真的 VF就真的 結果夜安還是換回 換回她的龍狗 換回她的海小B閃 忍者龍劍算很出 我 一直浮空直接摔 這個 下段雖閃過 Shake的派生 你知道我 我都覺得那個不是彈幕鴨子 他那個六PKK 有太多角 你是說那個龍準的六P 沒有那個 扎克 哦 六P 知道扎克的六P 非常的難當 也就是你只剩一滴天鞋 所以你又要偷面 又要在那邊那個 對 壓力算 壓力算 那個被解掉了 不然那個可以一直走 對 查克的派生很均衡 還有中鑽B跟中鑽K2 討厭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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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那根本就是彈 噢來了 好 打 一個 很高傷害 噢 上半反擊 其實扎克的反擊 康德的狀況下也是很痛 他性能很均衡 他還蠻均衡 其實大家都把他當搞笑角 那實際上他還蠻 實際上他還性能 應該說是高性能 打擊技還不錯 反擊技傷害其實也不算弱 對啊 而且有狗可以一直持續的壓對手 對 也有夠 龍準是爆發力比較強 對 主要是范剛弱的關係 然後范剛弱又有打擊摔技跟反擊彈槓 呃不管怎樣他都有爆發 他都有爆發 對 呃日本對 現在日本大台的DOA5U就是 應該是5A啦 他們叫那個Arcade 對沒錯 對 他們叫做Arcade 他們是DOA5UA 他們的5UA就是我們的LR 沒錯 他們有更新 那又有人問 呃平衡內容是一樣的 對他們都是一樣的 那只是家用版 很簡單利手當然有DL系 有DL系 不要趕快一直 喔 這樣換Lion 好啊 今天來這邊的玩家幾乎都是男角 玩男角比較多 喔 Lion也是一個簡單強爆發力強的角色 連段其實不能不難 對操作很簡單 其實他跟斑斑比起來 他的操作難度比斑斑還好 不錯 而且 連段傷害也高 但是沒有防禦手段就很少 對他是 我覺得他跟Rachel一樣 就是很直覺的角色 對他其實跟Rachel蠻像 很直覺 很簡單 像我 像我玩Lion 不想慢慢玩Lion 也是原來這個 相對來說Lion會難 很簡單 我慢慢搶這場 他的那個反擊技的部分 跟 還有還有那個滾 對 最特殊 他的防禦手段比較多 好 好 我現在擦起來 因為 呃 因為女角大部分亮晴都比較輕 好 但是女角的靈活性方面 女藍角還要來得強 一般來說 移動速度跟塑造都有角度 對 三三P 沒有這個失誤了 一個失誤 這個應該是要 復根下的總K 對 呃 騎身力可以才對 火王上失敗 有 有 反擊的角色 像敗漫 敗漫的反擊 是傷害 數一數二的高 最高 最最高 他的 那個 欸 專家反吧 專家反傷害很高 對 而且他有一個特點就是 因為他有連續摔 或是連續的反擊 就算被解掉 敗漫自己本身還是有力 跟其他角色不一樣 對 比較想說就是你摔要是被解啊 通常都是你覺得 只有敗漫不一樣 對 這就是敗漫強的地方 防禦能力很強 像是專反防禦 像是有顧有厚的角色吧 像是老頭啊 或是利鳳 防禦在反擊部分 設備還不錯 還有那個 那個馬力螺絲啊 對對對 沒有把握到 沒有把握到 今天 其實利鳳台灣玩的 也不算 不算 今天有玩的也沒有來 好不容易打進去的確實 有PP 他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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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PP兩下 唉唷 直接把他中斷 直接帶一個3PP 6KK 沒有打到對手 66K 這個 這空陣 吃掉了 這個如果 掉到水裡面就還了 哈哈哈哈 DOA的攻防比咒 由我來看 其實攻擊還是比較難 其實DOA的節奏很快 所以其實你防禦的方面 其實難度會稍微高一點 他節奏很快 你想要完美的防禦 對手的防禦 基本上很困難 那還有就是 喔 唉唷 他的PP 極性也不夠久 極不夠久 其實剛剛那個狀況 8PP 直接帶幅光給死吧 對啊對啊 這個就是一個耍帥 耍帥 然後 蓄力又蓄得不夠久 拿腳一半 其實第二位就是那個 打擊技啊 因為很多 然後有 有折 二折 二折不少 所以你想要完全擋住 對手的攻擊 基本上 基本上是不可能 不是 其實不是玩家很少抓反擊 而是 你亂反 被對手摔 那個傷害回饋太高了 所以 所以基本上不會這麼輕易就做反擊 對手摔 應該這樣說 因為你說你有玩快打 我就舉例 就是 反擊這東西 基本上就跟你凹身龍是一樣的 對 你快打武 你凹身龍下來 露出破散 那就是等著被人家crush content 對大概是這種感覺 所以可能一般不會選擇高風險高回困的人 的行動 那 最穩的 最穩的選擇就是搖型 對 那搖型可以減低你一定的時間 現在 他是用他的本命角 本命角的 白滿 優惠的折很多啊 因為基本上你被打暈之後就是被折了 可是 第二位好玩就是在你打暈之後的空防戰 哇 直接一個 角刀 這個沒有 這個 我記得是可以取消解釋 主要是 大家 比較少反的 原因是 比較少 高風險高回 你 而且主要是大家選摔技甲 你反 你被他摔一次可能選快半條了吧 被一個大摔摔到半條鞋就不見了 你敢賭 你敢賭 那看你敢不敢賭 你敢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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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敢賭 你敢賭 那3-1格鬥比較重視狀下級 其實不管是DOA、鐵拳還是VF都一樣 沒錯 那其實有時候說哲也不是單神聖的 那玩家他自己要控制風險管理 對 可能有些狀況就是會故意放掉某些職位 可能是 所以其實在對戰的時候要考慮的事情 算是 不過 這是比較進階的時候要考慮的事情 直接甩,HIGHCON甩一個 這是4摔吧 這個最後一個燈了 緊張緊張 6pp打浮空 一個確定減摔 怪叫什麼 其實還是有 有 有 部分角色有 看情況 比較少 這個 這個緊張了 哇 沒有想要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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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